一整塊油花均勻厚度適中 巴掌大的A5和牛 放上烤盤慢火燒烤 光看就讓人口水直流 還有烏骨雞腿肉 頂級肉質黑的發亮 烤不到兩分鐘就飄出肉香 而這些餐店通通都吃進 韓國瑜的肚子裡 燒烤肉店總投資額 高達3億多的新台幣 把這個秘密講出來沒關係 韓國瑜12月30號中午11點半 到烤肉店參加 剪彩簡單移植後 進到店內逛逛 無視的這種樓梯 讓整個人用餐 在後整個這個環境 有別於一般的餐廳 不過人潮擁擠 韓國瑜並沒有留下來享用 不過獨家掌握到 韓市長到了晚間8點多 又溜回餐廳用餐 當晚韓國瑜用餐 吃了和牛之外 還吃了店內招牌戰斧牛排 還有生魚片握壽司 還有超痛風海鮮組合 也通通名列市長菜單之中 不過看看烤肉店外 剛開幕聚集不少民眾 韓市長怎麼能如此低調 當天為了避開人潮 韓國瑜是非常低調的 從餐廳的後門這邊 從這個走道 進到餐廳裡頭 而且馬上進到了VIP包廂 原來就怕影響餐廳作業 韓國瑜貼心走後門 不過如今韓市長到訪店裡 大帶美食的消息曝光 勢必又會吸引大批韓份 朝聖場仙 借黃家瑋 王奈宇 高雄報導 朝聖場仙